欢迎收看财经小学堂 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是 陈乔宏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乔宏 好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买领股当台积电股东 建立完整的投资组合 那今年台股最大改变就是 领股可以在盘中交易 那老师在盘中买了哪些领股 很多 没有 只有一档而已 就是 因为我记得领股好像是在10月26号 比如说开始 开始那个可以在盘中交易领股嘛 对不对 那因为 其实我在Prest-Prest分享也两年了嘛 那其实我的风格说 欸我如果要讲个东西 我知道以外我会自己去尝试 12月 就10月29号那一天刚好大盘大跌 嗯哼 大盘大跌 那我想那我来买一下领股 支持一下台股好了 跟台积电 所以我就在 10月29号买了100股的 就是试看看 然后买了100股的这个台积电 然后用438限价买进这样 那很幸运的时候 欸这个到现在看起来很厉害 还有获利 赚很多 500多这样 可是它是我已经是买最高的 因为其实我是买在大概300以下 买很多这样 后来我发现其实是 真的很方便 就非常非常方便这样 对对对 所以也很好买吧 因为它成交量够大 它等于是说 对要看股票 就是说如果是它成交量比较大的 或者说它的领股释放是比较多的 比较活络的 各股都要 它的领股的交易其实是不难的 因为它好像是我记得是三分钟 撮合一次嘛 然后就是一直重复撮合这样 如果你买的是像比方像台积电啊 就是鸿海啦 或0050之类的股票 我觉得算是蛮容易交易的 对 然后这个政策上路 我觉得对小资族也蛮好的 所以有没有观察到哪些现象 就开户数啊 还有人气这样子 其实今年在还没有领股交易之前 台股就非常非常乐落 我记得我大概在三月多 那时候指数跌到九千多点 然后跌破十年线 然后到八千五百点这样 那我想说 因为我刚刚有事情 我需要去我的证券公司去办事情这样 就发现说整个大厅都是人 后来我有跟我的那个营业员聊天 他说最近开户是不是爆炸多的 而且都是年轻人 然后他们都是第一次买股票 就大家觉得台股很贵 然后一直苦无机会可以进场 终于等到机会了 对然后如果等到机会 他们就赶快开户 然后他们开户买的股票都不是投机 都是买那种年龄 台积电这种股票 这个就音乐也跟我分享 然后观察到确实是这样 后来我看新闻嘛 他就说 今年以来台股就是新开户的人数 大概每个月大概都维持十万户左右 所以今年到现在 我一直他已经多了 大概一百万的一个新开户数 而这些开户数都是以年轻人居多这样 所以你就发现说 到十月底台股已经卖超七千亿 这么多的一个金额 可是你看此处基本上其实是 没有跌还可以涨 那就是其实他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资金 涌进来所呈现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效应 这是我们之前其实是比较难想象 因为过去时间是外资如果卖你的股票就要跌 应该会跌 就是要跌 就是说外资如果是卖一百亿 台股就跌一百点 外资如果买一百点台股就涨一百点 大家用这样的逻辑 今年基本上其实完全颠覆 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有一个新的格局 那后来可能十月开始领股又开始正式上市 那我觉得它其实又有一个 所谓的推波助澜的一个功能在这样 对 所以再加上这个领股政策的上路 其实可以让小自主可以更好训练自己的一个投资方式 这几年其实美股也很流行 但我觉得美股跟台股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在于说美股你买股票是用 一股为单位 你买苹果 或你可能买特斯拉 这样的公司 你一股了不起可能就是几千块台币 或者一两万块台币 其实你就可以买得到 一股 可是你如果要买台股 你一次就是要买一千股 就是一张 那比方说你如果想要买台积电 你可能一次就要拿 四几万 现在就一次要五十万 一次要拿五十万 那你如果买大力光 假设我们买0050就好了 0050现在 一百多块 那你一次也是要拿十万 才可以买一张 对于很多的小资物或年轻人来讲 它其实口袋根本没有那么深 那他们就会净得原子 可是我觉得零股登场之后 这个趋势它其实会被改变 你要买一百元以上的高价股 那相对的买十股 我买一百股 那相对的它入门可能就会降低 非常非常多 我觉得这样就会让更多人去投入这个股市 相对它的一个活络程度就会更好 所以我对于这个政策来讲 我觉得是好的 对 观察最近的买卖领股的状况 最热门的前十党有哪些 台积电 大力光 电发科 国具 原达台湾50 鸿海 郁金光 联电 台达电跟维银 那基本上这个都是高价股 几乎都高价股 对对对 那你发现说 好像全部都是电子股 真的 现在电子股真的非常火热 你看十党里面有九党是电子股 然后有一党是指数的ETF这样 对那基本上我觉得 这个就有点在反映就是说 现在投资人他对于 整个台股 未来的趋势 他是怎么看 可是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说 以前这些都是 我当然都知道是好公司 可是我就是买不起 可是我们就现在可以利用零股 这样的小额投资的方式 也参与一流公司的一个成长 是的 只是说 这些选股的逻辑 就是假设我今天是小资助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这个 热门零股的标的来选 如果你是小资助来讲 投资其实部外物就只有两种嘛 一种是所谓的一个主动选股 跟一个所谓的被动选股 那我觉得应该这么讲就是说 我个人是以成长股为主 我是主动选股投资人 可是我不会告诉你说 你应该要跟我一样 就是说我不会跟你讲说 你一定要跟我一样用主动选股 因为其实 很现实就是百分之 可能80的主动选股的投资人 他的技巧其实都是落后大盘的 这很现实 所以你要去看说 反正你有工作嘛 那有可能我就 对我来讲 这就是存另外一桶金 然后存退休金的一个地方 那这样的抽象 你用所谓的一个被动选股 相对会轻松很多 对那以前比方说你以台股来讲 其实基本上一倍动选股来讲 其实他就是买所谓的0050 就是元大台湾50嘛 或者你可能买中100 就是0051 或者说高股息 0056 以去看所谓的0050来看 他的长期的年华报酬率大概是在 7到8 对大概在8个百分点左右 那你不能想到在8个百分点 就是说有一个叫做所谓的七二法则 就是说如果你每年可以赚10%好了 你7.2年就可以翻一倍 所以如果你每年可以赚8% 你大概就是9年左右就可以翻一倍 那很多 很多非常多 因为其实一开始很难 你一开始可能是一倍 然后再过10年可能就是两倍 可是再来就是4倍 8倍16倍 他的负利其实是你要存越久的时候 他的威力其实会越强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对于股票没什么兴趣 然后你财报也看不太懂 那我觉得基本上ETF是最适合你的方法 比如说你一个月都存一万 那比如说你每个月买100股 100股 100股 那你不要管指数高活低 你就这样一直存 我觉得你在过个5年10年回头看 累计的财富其实会是很可观的 对那如果你对自己的投资有信心 那相对的我觉得你主动选股就会更适合你 台积电可能 可能现在可能一张五十五十几万嘛 那很多股票比方说像保雅 股价500多块 台股里面有很多好的公司 一般股价都在百元以上 为什么会这样 好公司它其实获利一直在成长 获利一直在成长的情况下 它的股价就越点越高 所以像以前比方说 我在刚进到股市的时候 台积电是70块 对那我现在吃有最多的台积电嘛 那像信邦我那时候买的是60 现在是 100多 200 那如虹我那时候买50 现在也是 500多 大概400 400多 对那很多股票就是越定越高啊 那它又没有像美股 像美股它会分拆嘛 它可能一拆几 一拆五一拆四 对对对 那它可以这样拆 然后它又有一股为单位 所以相对就会很吸引的 可是台股就是不行 就是1000股嘛 那相对你如果用所谓的零股的方法去买 你就可以更容易去建构一个 你属于自己的投资组合啊 不然你看你不然 假设你有100万好了 你光是买台积电一档就 资金就一半了 一半以上了 对对对 那当然如果你很靠台积电 当然这样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相对要 比较保守一点的策略 那你就不可能一档股票 占你的整个总资金的一半这么多嘛 所以就比方说你就可以看好 比方说五档或十档 那你就可以 我这边可能买个300股 然后这边可能买个200股 那做一个投资组合 就会相对会容易许多 不然你以前 你可能没有个五百一千 你可能很难去做一个好的投资组合 那现在你可能100万或50万 你就可以透过零股 然后做一个 我觉得相对是安全的 然后又有成长的一个投资组合 大概是这样的逻辑 因为我觉得真的蛮好的 就是可以让你的小钱又有成长的机会 那或是说我资产可能100万以内的人 可以做一个配置 找到一个好公司 那就像刚刚老师讲到台积电 其实大家 因为台积电涨成这样 很多人都问说还可以买吗 其实你透过零股 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定期定额买台积电也是可以的吗 应该说投资股是胜算最高的方法 绝对不是当中 也不是所谓的就是短线这样进出 对因为根据统计 比方说我们看美国的就是S&P500 它的一个ETF的联合报酬率大概在10% 台股的所谓的一个0050的报酬率大概在8% 8到9%左右这样的 其实都非常非常亮眼 可是根据统计过去的市场投资人 所获取的联合报酬率 就是只有3% 哇好低 2.5% 就是这个就只有这样而已 就是这样 而且80%的投资人其实是亏钱的 真正会赚到大钱的 根据统计在只有7% 就只有7%而已 如果你去了解其实是在错误的时间 做出错误的动作所致 如果像今年这样8000点的时候疫情嘛 8000点的时候你在那个地方 砍股票 然后在1万4这份追股票 就是你刚好都相反 对 你刚好每次都相反 那你的奇效就很惨 可是这基本上其实他其实是有一点怎么讲 就是要有点违背人性啊 就是说在市场很悲观的时候 你反正那时候你要就是大买 然后大家都很看好 像这个时候你如果敢卖股票 那你的心脏也是要够好 因为你可以顺应跟潮流完全不一样的方向 那这样的人希望他其实在做股票 他才有可能会赚到大钱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他其实都没有具备这样的心理素质 那他们其实都会比较偏向于羊群心理 就是说 老师或者说 投资老师说说什么啊 那大家全部都就过去 那相对这个其实就是会 比较不适合做股票 那对于一般所谓的投资人来讲 其实胜算最大其实还是 我个人觉得啦 是还是以定期定额 买进ETF 他其实是胜算最大的方法 第一你可以 撇除掉选股 这个东西 那像其实仿界很多人 他其实会讲说 那我们应该是不是要来存 金融股 你看金融股其实很差 那其实我在文章上其实也讲过很多事 就是说你如果要存金融股 你其实你不如存ETF 逻辑在于说你看你买金融股 一档金融股跟一个ETF 哪一个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 ETF 一栏子股票 因为ETF基本上他 16家最大金融股都在里面 然后他还有台积电 有所谓中华电信 有中钢 有联发哥 有大力光 所以他基本上他的安全性是 比你买单一的所谓的金融股的 安全性来得要好 相对的呢 三分之二的金融股 我长期来看他报酬率都是输大盘 是 那你为什么要存金融股 嗯哼 就跟着指数就好 对对对 其实你就 因为你有金融股 那你就买ETF 50党里面 那金融股就是 6党全部都在里面 那所以 所以 你有问我 我觉得其实很简单 要嘛你就是存股就存ETF 如果你要存股的话 就是ETF 就是你的首选 不管你是要存美国 存台湾其实我觉得都可以 如果你要选股 就你就是要打败大盘 不然就不要选股 那打败大盘 你就是要选成长股 嗯 就不要选金融股 没有 因为金融股你就买ETF就好了 因为你长期在跟你的技巧 还是会输嘛 是 因为花时间又要去管 那干嘛到学期 我觉得 站在逻辑的思考 其实我觉得他其实没有 不是一个合理的选项 这样 那就是两种 一个是存股 就是存ETF 那如果你要 绩效要比 就是 所谓的大盘好 那也就是要买成长股 那金融股就不会是成长股 因为金融股的绩效其实 长期在看它其实没有那么好 大家用这样的逻辑这样 或是你也可以把资金分两块嘛 一个是就存ETF 一个是自己选股 练习自己的一个选股眼光 我觉得这样是个是个很 我觉得主持人这样讲的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办法 因为应该这么讲 比方说你现在刚进入到股市嘛 你也不晓得说 你到底是适合主动 还是适合被动投资 那比方说你可能50%的买ETF 那50%就是自己选股 三年五年之后 人家再回头看哪个绩效比较好 如果你发现说 你自己选股的绩效非常非常好 那你可能就是万中选一的 投资踏实 那你就可以把你ETF稍微就是对了 那如果比方说你如果ETF比较好 那你就可以 这样慢慢换过去 对再换过去这边 那你的绩效也不会落后大阪太多嘛 因为ETF如果涨 你50%的一个暴走 其他其实也是会涨的 大概是用这样的逻辑这样 了解 好那像刚刚老师有提到一个观念 就是说其实你要克服人性 你其实就可以用定期定额 那现在券商其实有提供很多档的 那个零股定期定额 我觉得也蛮方便 你就设定好看要几号扣款 然后金额就自动化 然后再根据你的绩效做加减码就好了 这是相对简单的一个方式 好那如果假设我今天是想要像老师一样 主动选股 那我想用那个零股做一个投资组合 老师有什么口袋名单吗 有 我来看一下我的口袋名单好了 穿这篇 穿这篇 好的 对应该这么讲就是说 我之前在PressPay上面写文章嘛 那我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如果写这张股票 这张股票比方说已经500了 那我写出来的话 好像大家不会觉得这个股价太贵 然后想说 虽然我知道老师介绍的股票很好 可是这太贵我根本没办法买啊 可是我觉得零股出来之后 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 那你就用零股去买 以我自己在看 我觉得2012年 就是这几档股票你可以就是以 比方说你是零股投资人的话 那这个你可以考虑 那他们其实都具备了一个优点 就是说他们明年的获利 如果没有意外 都会比今年再更好 比如说我今年再看 我们就找出 明年还会比今年再更好的股票 到底有哪些 那我们就把它找出来 那我觉得这十档 是你可以去涉略的 就是你可以去研究 比方说像是台积电 我想这个很多人讲 对有人说还会再忘20年吗 10年20年 我觉得他这样讲法 其实我觉得不夸张啦 因为我是之前有买过 我是120买 然后160买 180买 然后200 250又出 然后后来这次股灾 跌下来之后再结 那后来我想想说 我这样做 到底在干嘛 就说其实这样好的公司 后来你发现说 其实你根本是 120买的时候你就不要卖了 就一直抱到这里 因为你看你这样卖又买又卖 其实那中间 其实 因为我每次卖掉 我都在花更高价格 再去买 买进他 因为他就不会回到 回到那个价格了 然后再来说 你要花费很多手续费 跟交易水 其实也不划算 对那 我觉得他给我的其实就是说 你就续报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那他其实的逻辑很简单 台积电就是你想像一个未来的世界嘛 比方说所谓的电动车啦 然后什么AI啦 然后物联网啦 5G啦 你其实所有 只要科技再往前进 嗯 都需要他 都需要他的晶片 他又是所谓最高端的晶片 其实现在只有他 像2022年他就3nm了嘛 所以基本上其实 他跟三星基本上已经 那个差距其实拉的也 已经有点开了 嗯 那这样的工作基本上 你不要太去在意他的 股价 跟那个时候我买的 比方说300块 其实他已经涨很多了 可是如果长期来看 你看5年看10年 再回头看这个 这个价格 可能就会是低点 嗯 我只能这样讲 你身上也无所谓 我当然不会讲说 你我就现在这个钱 我就 我都给他够了 然后就 偶赢 偶赢不可能嘛 因为这个 所以你就可能 比方说你可能用零鼓啊 然后比方说你可能 就是像电池电的这样存 嗯 相对我觉得你存台积电存个 存个5年 我觉得 不太 不会不会有太大问题 对 那我觉得基本上他 今年很好 但他明年看起来他还是 更好 会更好 对 那比方说像是 杏邦 他我持有 他已经持有5年了 那他其实他获利 其实每年都在成长 他其实主要是做 限速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有一个好处 就在于说 他不是单一的产业 比方说你像台积电子 手机 HPC 车用 他其实是 跨领域 跨领域都会需要到监品 那像信邦他其实也是 他一开始他是做 别电代工的 可是他后来其实很转型的 他比方说他像 车用 医疗 绿能 通讯 航太 基本上他都有做 所以他不会受到单一的一个 产业的 比方说萧条或什么影响 比方说这个比较差 他用钱来补它 所以他今年的营收也非常非常好 这种公司基本上 你长期持有 也没有太大问题 那比方说像精华 他就是疫情的 受害股 受害股 对 就是最近其实很多人问我说 那老师那2021年要怎么选 我觉得我的逻辑说 我们不要去压光谱的两边 就是因为光谱嘛 那这边是疫情的受益 那这边是疫情的受害股 就是我们在一个资产配置里面 我们可能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不要全部all in在同一个地方 因为疫情 所以几乎没有光光客 所以他3月4月5月的 业绩都非常非常惨 可是因为他公司转型很快 基本上在6、7、8、9月 他的营收期开始已经 回到跟去年差不多的水准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不能出国嘛 不能出国之后 你只能在台湾 国内很热 对对对 国旅很热 那他其实台北有间精华饭店嘛 那一间是最主要 可是他其他比方说像 太鲁格精英啊 台南精英啊 或像杰斯女啊 或是达美的披萨还是他的啊 对那这基本上 他的观光区的饭店基本上 现在也是供不应求 对那他现在 就台北的精华饭店 他就本来是街上乌客的 他现在开始把他转型国旅为主的 推出一些所谓促销的方案 做房率有开始在拉升 法轮沽大概赚5块嘛 那明年他有机会赚到8块 他以前在疫情还没来之前 他大概每年可以赚10块 嗯 疫情还没有来之前 就是2019到2018 那如果疫苗出来了 那生活恢复正常了 大家可以交流 可能是2022年 有这个有机会 那如果他的 EPS回到过去的10块 如果市场给他 比方说20倍本一比 他的股价是有机会到200 那现在他的股价其实在 就是上139 所以 这个公司你买了就可能就是要放 就是用存 因为他其实不会倒嘛 因为你还是会去玩 他还是有基本的需求在 你就慢慢存 慢慢存 我觉得其实 他的殖利率又很高 7.2%很高 因为他其实 他大概都赚10块配10块啦 大概是这样 他大概是个逻辑 所以基本上 他就是比较算是 进可攻退可守的标的 就是以精华来看是这样 对 那比方说像辛普 他其实是做所谓的 电池模组 电池模组 那他基本上近年的营收 也是持续在成长 他的优点在于说 他其实基本上今年是因为笔电 热卖 他笔电占他营收大概是50%嘛 我们台湾是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你以后比方说像是 欧美或其他国家可能就是 远居上班啊 远居教学 那都需要笔电 对那笔电电池他做嘛 那其他比方说像是 非IT的部分比方说伺服器啦 或者说像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 他算是电池模组的指标厂商这样 那他本益比起来不高 所以看起来其实趋势也是 在向上这样 那全家基本上就是 每天都会遇到的 对对每天都会遇到的 而且他基本上他今年的股价表现的比 统一要 好像有一度超越 要好非常非常多 因为统一他的问题在于说 便利商店711他的数位化 做的没有他好 有手机APP 全家就很好用 他现在做的非常非常好 然后再来就是说统一 统一超他有很多的副业 他副业太多了 那副业基本上因为疫情 他拖累他整体的一个营运表现 他相对单纯许多 他就是全家变商店为主体嘛 那他今年基本上 营收大概都成长10% 然后一撇子就大概成长10% 所以我再成长 以春菇来讲我觉得他其实 让我选他跟中华电信 我会选他 他还是有成长的 有成长然后鼓励也不错 那你买的其实 你长期持有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这样 对那樱花他其实最近 涨蛮多的 最近开始涨 来到 已经来到53.9% 我在Presper写文章的时候 那时候还不到40块 然后基本上他就是 台湾最大的 三级的 所谓的龙头嘛 瓦斯鲁啊 热水器啊 还有烟机啊 就是 跟房地产 今年是跟房地产有关 对可是他其实 不完全是靠房地产 因为房地产不好的时候 他其实他的获利也没有减 因为他其实 还是有很大的一块市场 是在于修缮 就你们家的热水器换掉你来照换啊 不会因为 没买房子也没换 就每年有稳定的那个修缮 对对对修缮 然后他基本上 他开始在把ASP拉高 就是 每个单价把它往上拉 就是他本来可能 一台热水器可能卖8000 那现在就 功能提升之后 他可能一台就卖你 2万块这样 就变涡轮或什么之类的 那可能卖的东西 其实是一样多的 可是他的单价又提高了光 所以他的毛利率就往上 那毛利率拉高之后 他的EPS就往上 那基本上他殖利率很好啊 差不多接近5% 差不多接近5% 那这样的东西基本上 有疫情没疫情 对他其实印象其实很小 那这样的东西基本上 我觉得你大概 每年他在赚4块嘛 所以你股价息也不高 所以相当于就可以 可以考虑 那像鲁虹是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所以他也是 今年也是很惨 可是他其实在 第三季开始 莫利已经开始在回升了 因为他其实主要做的是 机能服 像是Nike Lululemon 或者是像是Costco 或者什么之类的 那些单子都是他在做的 那董事长说 他的订单已经看到 就是明年的 第二季这样 对那营收基本上是持续成长 那这个基本上他其实是 台股算是 蛮指标的成长股 那我觉得如果股价有 下修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这样 对那德迈他其实是做 所谓的 面粉的 面粉 面粉的就是 他去代理所谓欧美 日本的 一些所谓高级的面粉 然后自己也会调制 那现在其实 饮食其实西化嘛 那以前我们早上都是西饭 现在都是Blaunch 对 那个面包有一个人 你去看那种 现在你就现在土是什么 那土是两两三百块 卖的下下交 那他基本上就是这个趋势上 对那其实他殖利率很高 大概有4%多 那信息股率也很好 所以这种股票我觉得 以前你看 一张二十几万 你可能觉得很贵 那你有零股去买相对 他就会 会划算许多这样 那我觉得德迈他也是 纯股来讲我觉得蛮推荐的 对 那中租的话 基本上他其实就是 租赁业嘛 他是两二三地最大的租赁公司这样 那 他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股价有下跌 不过因为最近又涨回去了 那他基本上 他的成长性 其实也非常非常好 那这九档股票 基本上就是要看你 就有 如果你是比较 注重防御型的 就说你要的是 欠益股率高的 那你可能要 比较安稳的 那我觉得可能精华 全家 櫻花 得卖 这几档 殖利率相对比较好 那你长期私有 也没有太大问题 你就可以去存 那如果你想要 我要进攻型的 就是成长性要稍微好一点的 那你就可以考虑 比方说像台积电 像星邦 星浦 突红之类的 相对他们的成长性 就会比较高 那殖利率稍微就会比较低一点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 做 在你的投资所里面 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置这样 那最二档就是 圆刀台湾五十 不想动脑的 对对 就是如果不想动脑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 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它其实现在股价还是来到 一百二了嘛 那台股持续在 持续向上走 比方说来到一万五千点 一万六一万七的话 那它一定就是也是 持续在持续向上这样 如果你买ETF的话 那它的策略跟这个 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你可能存个三五年 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那ETF你就可以存 十年二十年 存更穷 就几乎就是 没有太大问题 那它是属于就是 跌 那一天 的时候你要买更多 比方说像今年在三月的时候 我有买一天 我是买 不过我是买那个 美股 就是S&P500的 直触型基金 叫做VEO 你涨很多 对对对 我就是我那时候 其实用的策略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因为那个时候每天都要熔断 每天都熔断 每天都熔断 那策略很简单 那一天只要跌2% 我就买 那天跌2%我就买 然后一直买买买买 那这样回头看 那也赚大概四成以上的一个绩效 哇好多 就抱到现在 就抱到现在 对就是就这样 因为现在都没有跌2% 所以都没办法买 反正只要跌2%我就买 那那个部分我就 会把它当成说 这个东西是就不要买的 我就一直存它这样 对对的策略 就是你如果买ETF 跟你买个股的话 那个逻辑就会 不太一样 对对对 因为ETF你放个五年的时间 它其实它是 它只会涨 跌的其实很低啦 应该这样讲这样 其实用零股也可以进可攻退可守 你可以零股力 还可以再赚假差 这是以前我们没有想到的 是 因为我们想说零股就是一个小钱 但它还可以再配股 配息 这样子我觉得慢慢也可以 变一桶金 那老师在那个课程里面 也会随时就是分享 最新的一个知识吗 会啊 因为比方说像零股来讲的话 还没开始交易前 10月初 写了零股的文章 嗯 跟大家说 零股我等一下什么投资比较好 那你有什么方法去切入 去买零股 相对的就会 比较可以得心一手这样 我就会在社团里面 我就跟大家说 欸我真的买喔 老师真的买给你看 就是我真的就是有教育给你看 欸那老师又敢买 那你为什么不敢买 很多的策略就好像就是 透过文章分享 它其实有个优点在记事性 比方说你可能现在看我的书 那书可能已经写了两年了 那两年写的策略 跟现在的策略 其实它会有一些 变化 变化 那时候也没有新冠疫情啊 嗯 今年我的买卖的次数 加总起来可能比过去五年还要多 这种情况是你在 投资股票你没办法避免 就是说很不可能会发生 但它却发生的事情 比方说像今年的新冠疫情 那本来看了一些股票 因为疫情来 它就营收整个衰退非常非常严重 可是那时候如果你没有停损 你现在回头看 它的股息还是没上来 你如果及时做一些动作 赶快把你该出的股票出掉 把这些钱拿去布局好的 比方像台积电 杏邦这样的公司 櫻花这样的公司你买 一整年的绩效就会差非常非常多 那我觉得这个是你讲座 或者说你看书 其实它是比较没有办法 有给予你的及时性 在这个地方我觉得 因为毕竟那个投资市场 其实变动很快 那假设我今天老师可以提供 这样随时帮你关注市场 提供给你最新资讯 我们就可以立刻做所谓的调整 我们如果是在一千年前出生的人 一千年前 不要只是比方 一千年前出生的人类 你从你出生到你死亡 你的世界不会有什么改变 完全不会有改变 可是你现在光是 一秒前一秒 那个变化是太大了 比方说你看你小时候 哪有什么手机 对啊 你看从所谓的大格大BB Call 然后现在变手机 变手机又变智慧型手机 现在又AI 然后又什么 它那个转换数真的太快了 是 所以很多以前适用的规则 现在其实没有那么适用 我觉得投资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逻辑跟观念 逻辑跟观念如果都对了 你在推论所有的事物 就会很清楚 比方说为什么指数会涨到一万四 你有时候看很多很多的杂讯 你会混乱 那其实最简单 其实就是因为利率真的太低了 低到这种低的情况下 你好的公司基本上它的股价 它就往上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 翘翘板的一个概念 所以如果你想想看 那个美国人所谓是说到 2023年其实不会升息 所以如果当它开始要升息 疫苗出来了 景气开始好转了 反而是你要卖股的时候 反而是这样 就是说市场很悲观的时候 你反而现在只是会这样涨 但市场开始都是好消息 比方说疫苗出来了 那解禁了 然后利率要开始往上调了 世界都恢复原本的龙井 在这之前 你可能你就要出错股票了 反而是会变成是这样 因为钱又回去了 因为讯息太多了 所以你要去解读这个讯息 其实相对是投资人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这样 如果你想要用零股 建立完整的投资组合 欢迎订阅陈乔宏老师的课程 好,那财经小学堂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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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